Hello 大家好 我是Brandon 毛巴 這條影片專程去試一間小食檔 在葵涌的光輝圍 其實它都頗遠近馳名 因為這麼多年的價錢 做煎釀三寶都是一元一件 所以順便去光輝圍試試其他餐廳 事不宜遲 現在立即一起出發 希望大家可以在看影片之前 訂閱一下毛巴的頻道 因為有大家的支持 毛巴才有動力繼續堅持 如果大家搭地鐵的話 可以去葵興站 在A出口出 經過葵興村就可以看到 前面有個公園 好像一個迴旋柱 那裡就叫做光輝圍 如果是光輝圍最有名的餐廳 我上年已經介紹過 叫做家寶漢寶 所以今次會試試其他 我們的第一站就是合法小食 一來到的感覺好像回到了過去 回到我以前小學時代的小食檔 他們所有小食做好之後 都是用一個大的不鏽鋼盆裝著 完全無遮無掩的在馬路旁邊吃 但是這裡的食客都是排了長龍 幾個店員完全沒有停過手 看回餐牌 這裡大大的字寫著 煎釀三寶一元一件 樓下還有很多不同的小食 好像有生菜魚肉 花生豬骨粥 粉果 腸粉 雞翼 十分之地道 價錢都很貼地 今次我們慕名過來的煎釀三寶 就放在最外面 款式都有六七種 好像青椒 紅腸 豆腐 茄子 正常煎釀三寶的款式 這裡都有 我站了大概五分鐘左右 可能因為價錢實在太便宜 我發現全部顧客都會要幾件煎釀三寶 所以我們很快就說 每樣要兩件 再加兩粒燒米 和兩件牛肉球 他就收了我們二十四元 今次因為是專程過來吃煎釀三寶 所以帶了自己的食物盒和叉過來 我們加了少許醬油之後 就去找位吃這道煎釀三寶 不過到我們吃的時候 才發現煎釀三寶 他們有六款 再加兩元燒賣 即是十四元 再加七元牛肉球 應該是二十一元 不知為何他們收了我二十四元 我們吃完之後 都沒有回去跟他理論 大家過來買的話 記得要數清楚 剛才我不是說過光輝圍中間 有個大公園 我們就過去比較空曠的地方 先脫下口罩慢慢享受食物 馬上來到我們的試食時間 一元一粒的魚肉燒賣 他在蒸籠裡拿出來給我們 入口的時候只是暖暖的 是很普通的魚肉燒賣 還有點腥腥的 一元一粒不應該有任何期望 到了牛肉球 七元有兩件 裡面的肉完全打爛 吃不到任何質感 亦都不會有任何彈牙的口感 我終於明白為何山竹牛肉球入面要加馬體 因為這個口感真的很奇怪 比平時凍肉店二十多元一磅的牛肉丸 煎養三寶的豆腐 一元來講其實都算幾大塊 豆腐是幾硬正的 就算我平時不喜歡吃豆腐 都覺得OK 上面的魚肉只有薄薄一層 可能做得太久的關係 這個是凍的煎養三寶 魚蛋大粒過陳皮魚蛋少少 不過都是凍的 口感和調味我覺得都不錯 暫時來說是最划算的煎養三寶 而紅腸因為那層魚肉實在太薄 完全不覺得 好像平時去燒臘當吃紅腸飯的味道 而矮瓜我就很期待 因為這個是剛剛在廚房拿出來的 不過都是凍的 哈哈哈哈 就這樣看外表就超級油 但吃到口的時候相比之下都還可以 不會好像之前那些太乾 苦皮尖椒 這一道菜可以說是我平時出去喝茶必叫的 想不到一元已經有半條 再加上少少魚肉 雖然魚肉的份量很少 但我這條尖椒很辣 吃得很過癮 直接想打包20條回家吃 到最後的青椒 想不到這兩件的差距這麼大 所以都要看看好不好幸運 不算炸得很乾 青椒都還很脆口 原本我們打算吃煎養三寶吃到飽 但試完它的質素之後 我和毛媽決定去附近找間正正經經的餐廳 剛巧我們就發現有一間新開的叫做DK Pizza Cafe 宣傳單章就寫得很划算 就打算走前少少過去試試 就這樣看餐廳的門面都頗帥 而且因為今天星期日的關係 我們下午茶時段過來都沒有特別給下午茶餐牌我們 但都不要緊的 因為它的全日套餐 四五十元已經有個意粉再加個小食 亦都有餐湯或餐飲 我自己特別喜歡這些小店 大家看看這些糖漿有這麼多款味道 他們做飲品應該有一手 進來餐廳都算蠻大的 長長的六至八人桌都有四五張 還有一個頭射螢幕播放現在當紅的MV 毛媽和在場的小朋友都看得蠻興奮 還一起合唱MIRROR的歌 當我看到黃德斌這個樣子 我都會心微笑了一下 看多次這裡的餐牌 可以在一二三各選一個 即是一個主菜意粉或沙拉 再加一個小食 即是一塊薄薄或炸雞 還有跟餐的飲品或餐湯 如果兩樣東西都想要 就多加五元 叫完之後很快就上了所有食物 餐湯就有紅湯或白湯選擇 我們就叫了忌廉湯 裡面就有幾片罐頭蘑菇 還有幾粒麵包粒 但這個湯好像生粉開水一樣 金布湯都好喝過它 主菜和小食會在同一隻碟出 視覺來說都頗滿足 這個長通粉配芝士汁、雜菌 芝士汁即是普通的白汁 不算很creamy 但都算掛粉 略鹽就不夠汁 吃到最後會有些很乾的感覺 長通粉煮的時間就剛剛好 爽口彈牙的不會特別淋 而炸雞我猜它是有分開上下比 炸粉就很薄很脆 炸粉的調味都頗好 炸的火候都不錯 可以保持肉質有汁 但這隻雞略鹽不太入味 亦都比較細件 我自己就覺得不夠厚 另外一份主菜我們就叫了 招牌肉醬意粉 價值48元 吃肉醬意粉我就好怕不夠汁 因為乾燈燈的話 那些意粉就好難吃 這裡的汁可以說是剛剛好 不算好多也不算太少 肉醬意粉的調味也不會調得太酸 這個份量是絕對夠一個男人吃 而披薩是不能選擇款式和味道 隨機給你 剛巧巧和我上次去Pizza Monster的味道一模一樣 餅底比較厚 茄汁底再加上火腿、菠蘿、芝士 它的披薩底都算脆 但又未去到脆得好像餅乾 芝士鋪得很悶 所以吃下去都頗滿足 而飲品就是基本的咖啡或茶 凍飲就要價4元 我就叫了杯凍檸茶 有三大片很厚切的檸檬 厚度我是睹不到 茶膽完全沒有味 不飲不可惜 這裡買單就100元 正常的質素坐得都算頗舒服 茶餐廳的價錢都算頗抵食 到最後我們臨走時發現 在合法旁邊有一間餅店 蛋撻很便宜 15元就有半搭 平均2.5元一件 所以馬上買半搭回家 孝敬一下毛爺爺和毛麻麻 可能市面上大多數都是連鎖的餅店 好少會見到要自己脫帽的蛋撻 我就覺得很新奇 一半真的很划算,比深水埗更便宜 今次我突擊光輝圍的感覺都頗特別 不知道大家有否很划算的地方想我去呢? 留言告訴我吧,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